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 垫脚后甩手 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 拉伸你的膀胱筋 把膀胱筋拉伸开了以后 垫脚落地的时候震动我们的脚跟 干啥?提升我们的阳气 提升我们的肾气 像因为肾气不足,阳气不足,怕冷的人 晚上睡觉暖不热被窝 睡不好,睡不踏实,失眠动物了 一定要好好练习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在手向后甩的时候 同时可以锻炼我们的肩颈 有些人的肩猪炎 包括颈椎不好的 每天可以多练一练 好,那么下面跟着老师一起来练习 两脚分开 然后不要太开了 太开了以后有些人是没有能力 垫起来脚的,力量不够 把它稍微开一点点就可以 当然了,你说老师我病龙可不可以 病龙也可以 但是呢,防止你的腿的力量不足 不够平衡 所以呢,建议大家分开一点啊 我把这集中现象都给大家说了 所以呢,大家做的时候呢 一定要认真看 认真听 别到时候视频看完了 评论下面评论 老师这要怎么做 做多少下 那你的视频不是白看了吗 对不对 好,自己要认真 因为是为你自己的身体着痒 分开了以后呢,放松 然后垫脚跟手往后排 摆完了以后,放松 往前 再来,走 好 走 好,放松 看,摆过去就有一个停顿 你哪怕停顿一秒 也可以 你时间长了以后呢,你可以停顿个三秒 好,放松 停顿这个拉伸这一下 是非常有用的 下面大家可以看后侧 好,两脚分开一点 分开一点,放松 把脚跟垫起来 手往后摆 好,落下来 再走 落下 摆 好,落下 走 放松 好,走 放松 基本上你每天 做个十下左右以后呢 整个脖子 包括后背脊柱 都是发热的 大家做完以后 是不是老师说到这种感觉 可以在下面评论 和我讲一讲 还有一些人呢 刚开始练习个三五次 整个肩膀 脖子特别的酸 就是因为长期 运动得太少了 然后肌肉太僵了 筋太粗了 所以要慢慢的练习 刚开始不要太多 大家呢 每天坚持做四十九次 做不到的了 那么你做个三五次也可以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增加 练到每天练四十九次 坚持继续做 你能四十九次 坚持一个月 到一百天 那你的效果 收获是非常非常大 对吧 像有些人 怕冷 手脚被量 马上冬天来了 而且呢 你睡觉 也暖不热 包括有一些人的 失眠冬梦 翻来覆去的 然后这种情况 一定要好好练习 我们通过锻炼的 能把自己的身体调理的更好 是不是 也不受罪 每天的生活质量也高 对吧 好 希望大家呢 认真对待着自己 想学习 更多的养生知识 可以点击左上角 关注我 或者在视频下方 点赞 评论留言 谢谢